在中国通过了港版国安法之后 香港政府在前天发布的实施细节当中就提到 警方是有权利要求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服务商 移除那些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 那如果有关企业不配合 可被判监6个月或罚款10万港元 结果消息一出啊 面子书、WhatsApp、谷歌、Twitter和Telegram等等 这些来自欧美国家的社交媒体公司就立刻做出了反击 先后发表声明将会暂停处理香港警方 索取用户资讯的要求 不过这一回呢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她是站稳立场 强调港版国安法比其他国家的国安法更温和 也没有削弱人权自由 反而是保证了绝大多数香港市民的自由和权益 但是林郑月娥的说法并无法获得香港立法院里头 反对派议员的认同 他们担心国安法只会带来更多的网络选查 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已经生效一个星期 但由于香港政府名文禁诀任何港独口后 一群反对派议员昨天便在立法院里高举白纸 试图透过无形的抗议挑战这条法案 让议会几度中断 尽管面对不少反对声浪 但位于铜锣湾围景酒店的驻港国安公署 还是在今天正式启用 并在建筑物外头挂起了中国国徽和国籍 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亲自前来 与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燕雄等人 进行接牌仪式 现场戒备森严 除了部分香港人对国安法不买单 国际社会也掀起了千层浪 许多舆论纷纷谴责中国政府 已经抹杀了香港的自治权和言论自由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照样捍卫中国一贯的立场 认为国安法能够让香港的法律体系 更加完善 并让社会秩序回归稳定 香港国安法通过以后 一国两制的根基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香港社会将更加安定和谐 到时候马跳得更欢 鼓吵得更热 舞跳得更好 我们对香港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 我们对香港人们在百